大家好,欢迎来到SimpleFintech税务战略频道 我是税务战略师,霍亚周 作为一个税务服务的专业人士 我跟很多朋友都谈过这样一个话题 他说,我有一个梦想 有一天能够创建自己的公司 做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 为这片土地做出有价值的贡献 事实上,有很多朋友都有类似的梦想 那么能够实现这梦想的第一步 就是要开设一个公司 并且选择正确的公司类型 和相关的税务战略 今天,亚周就要为我们勤劳努力的北美华人 详细地讲一讲美国公司类型 以及相关的税务和法律上的不同 正确运用税务战略 能够为你的公司每年省出一辆车的税钱 如果你有这个梦想 亚周愿意帮你一起实现 我们就来详细地了解一下这第一步 在美国开设公司类型的税务战略 当我们在开设一家公司的时候 有两个主要的考量角度 第一个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考量 另一个是从税务的角度来考量 比如说当我们决定要开始一家私营企业 我们就可以去银行开一个账户 拿着这个账户来接受一些客人的付款 和支付一些开销等等 这个私营企业在法律的角度上 我们就叫它soul proprietorship 这种形式和做法很简单 也很方便 但亚洲不建议我们这么去做 因为在法律的角度上来讲 我们不受到任何的资产保护 如果有人起诉我们的自营企业的话 我们的个人资产也会受到威胁 那么这个自营企业在税务的角度上 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在税务上我们也把它称之为 soul proprietorship 在我们报税的时候 这个自营企业的财务状况 会被做成C表格 也叫做schedule C 然后附属在我们的1040个人税表格里 在这种情况之下 除了1040的个人税表格 我们是没有别的税务表格需要完成的 那我们如何从法律的角度来为我们的个人资产提供保护呢 我们可以开设一个独立的公司来区分个人资产和公司资产 举个例子 我们可以开设一个责任有限公司 也叫做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这个责任有限公司可以是独资的 也可以是多个拥有着的 开设一家公司的特点 就是你可以申请一个叫做EIN的号码 全称为Employer Identification Number 这个号码就像每个人都有的SSN社会安全号码一样 有9位数字 联邦政府可以有效地识别出已经注册的企业 那么我们就要注意了 当我们的公司是独资公司或只有一位拥有者的时候 在税务的角度上默认的处理方式和我们刚才讲到的私营企业 Soal proprietorship是一样的 但是当我们有两个或者多个拥有者的时候 在税务的角度上默认的处理方式 就需要申报联邦政府的1065合伙人表格 通常来说有一位拥有者 我们就叫它Single Member LLC 两个或者多个拥有者 我们就叫它Multi Member LLC 当然除了这个LLC 我们还可以注册一种叫做PLC的公司 我们很多朋友没听说过或者不懂是什么意思 PLC是专业人士责任有限公司 也叫做Professional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这个PLC顾名思义 就是当我们在美国州政府持有一些专业执照 比如说像会计师、医生、地产或者律师执照等等 我们就可以去申请Professional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绝大部分的州政府都支持PLC这种公司类型 亚洲也建议我们开设PLC的公司 还有一种公司的类型就是C Corporation 我们之后会把它简称叫C型公司 美国知名的公司 例如Walmart、Microsoft、Amazon 都是以C型公司出现的 在法律的角度上来讲 C型的公司和之前讲到的责任有限公司一样 都可以通过区分个人和商业资产的方式来达到保护我们的目的 但在税务的角度上 C型的公司和我们之前讲到的却有所不同 之前的三种公司类型都叫做流入型的公司 英文上叫做Flow-through entity 其含义就是公司将其赚取的收入 直接传递给其所有者或股东 说白了就是公司挣多少钱 我们就挣多少钱 但是这个C型的公司可是与众不同 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税务结构 叫做双重税负 也叫做Double Taxation 其第一重税负就是在公司收入上面的 比如公司挣了10万美金 这10万美金要交一次税 第二重复税是在公司的所有者收到分红 在个人层面上再次交税 比如收到了2万的红利 这2万在个人层面上又要交一次税 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PLLC一样 C型的公司也有一种专业人士的类型 叫做PA全称是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IRS把PA定义成为C型的公司 在税务的角度上 C型的公司默认的处理方式 需要申报联邦政府的1120公司表格 在我们准备追踪梦想或创业初期的时段 一颗火热的心总是驱动着我们去行动 亚洲经常看到很多朋友在选择公司类型的时候 重视了法律角度的考量 却忽视了税务角度的考量 虽然我们开设了公司 对自己的资产提供了合法的保护 但我们这些公司在税务的角度上 都有一定程度的弊端 比如我们提到了前三种类型 从税务的角度来讲 他们每年的净收入都要交付一个15.3%的自雇税 什么是自雇税呢 在IRS国税局看来 当我们自己雇佣自己的时候 会产生雇员和雇主的纳税需求 雇员和雇主同时要支付社会安全保险税 和医疗保险税 共计15.3% 千万不要小看这15.3% 这个税比我们普通W2的工资税都要高 W2的工资税是从10%或者12%算起的 而且还能享受到每年报税的普通抵扣值 standard deduction额度的减免 这个自雇税则是从所挣到的第一美金就开始计算纳税的 而且直接就是15.3%的税率 不做好税务战略的话就要交冤枉的税钱了 那么除了这前三种类型 我们还有一种选择 就是C型的公司 截止到今天视频的发布 C型公司层面的公司税是21% 除了公司税务的高昂税付以外 更不要说到个人层面上还要再交一次税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哎呀有些朋友听到这就是 又是抓耳挠塞 这个哎呀有这么多公司的选择 但是我们已经申请了公司 就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了吗 税务战略师就为我们介绍一个神秘的税务结构 S型公司的结构 也叫做S Corporation 这个S型公司中的S的意思 在英文中不是Super 有些人觉得他特别能省税 管他叫Super Core S的意思实际上代表的是 Sub Chapter S 是由美国政府为提倡和鼓励小企业而设立的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S型的公司是一种税务结构 是美国国税局指定的税务分类 但在法律的角度上 不是有法律意义的公司类型 换句话说 我们可以去美国的州政府成立 LLC或者C型的公司 但是我们不能说我们去州政府来开一个S Corporation 那么这个S型的公司到底是如何帮我们省税的呢 答案就是S型的公司的收入分配是不交15.3%的自雇税的 我们会在之后的视频中详细讲解S型公司的税务战略 敬请期待 那么我们如何享受这个神秘的S型的税务结构呢 如果我们已经成立了LLC或者是C型的公司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叫做2553的表格来申请成为S型公司的税务结构 我们之前提到的Single Member LLC Multi Member LLC或者C型的公司都可以申请成为S型的公司 要注意的是不一定随时转到S型的公司就是一件好事 过早的转换会造成额外的费用 想要转变也是需要有一定的条件的 一般的来说 当我们的公司收入超过3万到4万美金以上 我们都可以去考虑转变 转变了以后 不仅能省下几千或者上万美金的税钱 同时还能降低审计风险 这部分我们在之前的一期视频讲过一些 最后我们要强调一下报税的截止日期 S型的公司1120S和Partnership1065的表格的 报税截止日期是每年的3月15号 自营企业的个人税1040和C型公司1120的表格的 截止日期是每年的4月15号 当然我们也可以申请延期并在6个月以内完成报税 千万不要迟报 否则每个公司的拥有者每个月要付210美金的罚款 这个210美金是根据2023年的罚款作为基准的 亚洲不希望我们任何一个人被罚款 毕竟辛苦挣来的钱都来之不一 我有一个心愿 就是能让每一个勤劳努力的北美华人 在税务上占有绝对的优势 愿我的税务知识伴随帮助你一起追逐梦想 创建公司 我是你的税务战略师 国亚洲 愿我能帮每个人每年都能省下一辆车的税钱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订阅和转发 让更多人听到这个公司税务的好战略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和转发